中钢厂的管线输送系统是建立在直径45公分,1487只玉立混凝土基桩的基础上 厂区铁路系统工程,共屁柱铁路20公里于各厂房间及大钢厂四周 有助于厂内原料、产品及铁水的输送 中钢厂的施工有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项目,工程庞大又各不相同 一些附属工厂的施工包括氧气工厂、烧石灰工厂、动力工厂等 厂房的基础土木工程也都在施工人员的努力之下如期完成 和第一阶段各厂的装机作业配合的恰到好处 大钢厂第一阶段建厂工程,先后打射了42万方以上的混凝土 高峰时期,曾经创下每天打射混凝土数量3750立方公尺的最高记录 民国64年11月份,一个月打射了43000余立方公尺,更是国内工程界的空前记录 荣工处承办中钢建厂第一期第一阶段的基础土木工程 由于全体荣民员工发挥了高度的团队精神,不怕困难,不畏艰苦,终能如期完成施工任务 行政院讲院长也曾经多次巡视厂区,听取报告 并且对施工过程中不断引进新的施工技术 而带动国内工程工业施工技术的革新进步,表示欣慰 第一期第一阶段的建厂工程在66年完工,随即开工生产 初期可年产粗钢150万吨,整个建厂完成之后将可达600万公吨以上 预计每年将节省一亿六千万美元的国内经费 并且可以赚取大量外汇,在国家经济效益上至为巨大 中国大链钢厂的开工生产,正足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迈向重工业的具体成果 从而能够在强化国内工业结构中,增进国际竞争的实力 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奠定不朽的基业,开拓一个更为光明壮阔的锦绣前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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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